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我们也求祢当我们今早阅读祢的话语 从主耶稣基督这里学习的时候 祂如何的侍奉 祂让我们也能够被鼓励 福音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现在翻到马太福音11章 马太福音10章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如何的劝告他们 主耶稣基督的训辞 然后呢 差遣他们 当然主有祂的权柄 祂的大能 祂的智慧 还有祂的训辞赐给他们 可是他们必须在那里 为自己经验 这个执事 这个执分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有主 有祂的话语 祂的大能 祂的福分 可是我们自己必须 自己体验 自己经历 这一个执事 这个执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侍奉就只是我们教会的这一个活动而已 然后你上台 你就是在侍奉 当然 可是呢 我们的执事 我们的执分 不只是包含在我们的 的教会以内而已 我们要如何的鼓励一个 上胆的人呢 好像 施洗约翰这样 他被求 他感到忧虑 他需要被鼓励 被激励 我们看主耶稣基督 他 是 何时何刻 都是预备好 这样子 帮助 我们要如何 和一个人沟通 如何的去打招呼 如何的去分享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 意识到 我们在 侍奉我们的指示 我们只是 说话 聊天而已 可是主耶稣基督 不是这样 11章1节 耶稣吩咐完 了12门徒 就离开那里 往各城 去传道 教训人 当然他有这一个计划 然后呢 约翰在监里 打发两个门徒去 我们就读 第二节 约翰在监里 听见基督所做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就是呢 他们 这是 因着疑惑 而问的 的问题 耶稣就回答 耶稣在这一个 在传道 在教训人 可是在这里 有这个需要 两个约翰的门徒 他们就问 约翰在问这一些事 耶稣就回答 约翰 你们去 把所听见 所看见的事 告诉约翰 这就是 耶稣如何的去 鼓励 鼓励约翰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这就是我们的 事工 我们的执事 我们在这里 服事 可是呢 当我们有需要 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当 去帮助他们 无论是有一个人 在外面 新的 来的朋友 或者是 已经在那里 很久 他们 和你分享 这就是我们的事工 我们要来看 主耶稣如何的去 对众人 分享 这是约翰 他认识约翰 他知道约翰是 多么信实的一个仆人 可是他现在 他的信心动摇 然后呢 他感到沮丧 然后他需要 耶稣激励他 鼓励他 然后呢 耶稣就 对众人 现在对众人 讲道 这些众人呢 可能他们在观察 他们在 讲 这些是非 他们都认识 世袭约翰 可能现在 他们以前 的过去 他们 尊敬他 可是 因着 他的疑惑 可能他们就 不尊敬他了 所以 耶稣 在第七节 就对众人 讲论 他们走的时候 耶稣就对众人 讲论 约翰说 就问他们 你们从前 出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 到底要看什么 要看 穿细卵衣服的人吗 那穿细卵衣服的人 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 究竟是什么 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 大多了 这是 多么特别的 一句话 他了解 事工最重要的 你就是必须需要 了解 了解人的需要 了解 你在服事的人 如果我们 不了解 我们可能会说 错的话 可能会说 不对的言语 不是这么直接 我们有 这个 福音 我们就这样子 照着船 而已 我们必须 了解 他们的 出发点 所以在这个 众人呢 他们在 看到外表 就这样的 去 他们不能 以外表 来看待约翰 约翰 你看他的外表 没有什么 出色 耶稣 知道 众人 不了解 他的 约翰的 这一个 事工 约翰的 事工 是否是 重要 当然 耶稣会 帮助 他们 了解 我们来看 第一 约翰 他比先知 大多了 这是多么 出色的一个 艰辛 约翰 是那 风吹动的 芦苇吗 不是 是 为了看 穿戏软衣服的人吗 不是 这就是那些 在王宫里面 服侍的人 他们不能够在旷野 可是呢 约翰在旷野 不是在穿这些东西 这些衣服 第一 他是比先知 大多了 聊得的 这一个 指示 经上记着说 我要 拆迁 我的使者 在你们 前面 预备 道路 这就是天父上帝 预言 告诉他的儿子 这就是天父上帝 告诉主耶稣基督 我要拆迁我的使者 这使者 就是 施洗约翰 这是多么 特别的一个 信息 的一句话 这是多么 特别的 一句话 必须 呃 诶 贱信 这是施洗约翰的事工 是特别的 他 应该被尊敬 不能够为贬低 被轻看 所以 主耶稣基督 就为约翰 这样子 解释 他的事工 这就是 施洗约翰 他 感到沮丧 他的信心 动摇 可是主耶稣基督 就鼓励他 然后呢 有些人 可能他们 轻看约翰 可是 耶稣就告诉他们 不要 不可这样 因为约翰的工作 是多么的特别 然后呢 他说他是比先知 大多了 他是 上帝 所差遣的 这个特别的使者 是多么的 美好 约翰 不能够 你不能够这样子 去轻看他 你是否知道 他所做的事工 他的职份 耶稣也珍惜 这就是 人与人之间 这样子服事 的这个事工 他又告诉他们 他又告诉他们 真正伟大的 这一个问题 十一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 信起来 大过 施洗约翰的 这是多么 高的 一个 美好的 一个 称赞 没有一个 信起来 大过 施洗约翰的 这就是 伟大 论着伟大的 这一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的这一个想法 关于伟大 谁比较大 可能呢 有地位 有财富 有能力 这就是伟大 在这个世界里 你看这一个人 他是 神的 先知 就是伟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上帝 眼里 伟大的呢 是什么 都不是这一些 我们来看 他告诉他们 你看 约翰 没有一个人 说 施洗约翰 伟大 他现在在监理 他的信心 在挣扎 这样子 伟大吗 耶稣说 没有一个 信起来 大过 施洗约翰 他又在说 可是 然而 天国里 最小的 也比他大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 他们 所 以为的 伟大的 这一个看法 第一 约翰 他们看到 不是什么 他们以为他是先知 不是 耶稣说 他比先知 还要更大 他是特别的 这一个 仆人 上帝 预备 耶稣 前面的 道路 的 这一个 使者 这个 君王 当然 才是 最大的 可是 你 做他的 前锋 预备 这个 王的 道路 其实是 一个 谦卑的 工作 可是上帝 就说 这就是 伟大 这是 约翰 就是 这个 谦虚的 仆人 他的 工作 是 非常 谦虚的 都是 关于 告诉他们 去寻求 耶稣 他说 他的 鞋也 不配的 他不是 在王宫里面 穿着 细软衣服的 如果你是一个法利赛人 或者 是 这一个 总统的牧师 还是什么 约翰不是这样 他什么都没有 你来 他就在那里 耶稣说 他比他们还要伟大 耶稣就在说 天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这是什么 天国最小的吗 就是说到 耶稣说到 虚心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我们 的这一个看法 伟大的看法 和上帝的看法 是多么的不一样 虚心的人 有福了 有这一个 最小的 还有这个 虚心 还有谦卑的心 的这一个部分 让我们再来看 然而 天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十二节 从实习约翰的时候 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 进入的 努力的人 就得着了 这就是过去 历史以来 以色列 他们以为 伟大 就是呢 要以暴力 以武力 这样子夺取 一个人的国家 的地 这都是这些战斗 的这一个看法 他们都以暴力 武力 这就是人 的这一个看法 以利亚 现在 耶稣提起 以利亚 因为众心之人 和律法说 预言到 约翰为止 有这个预言 关于 以利亚 应当来的 这一个 预言 我们现在翻到 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 四章 这就是呢 非常黑 以色列 非常黑暗 的一个 时代 他们没有 敬畏上帝 马拉基书 四章 透过 马拉基 先知 第一章 第一节 上帝 借马拉基 传给以色列的 末世 上帝说 我曾爱你们 你们却说 你在何事上 爱我们呢 他们 不信 上帝的爱 上帝说 伊扫 不是雅各的 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然后这样子 第六节 末世 我名的 基石 万君之 上帝对你们说 儿子 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我几位父亲 敬畏我的 在哪里 我 几位主人 敬畏我的 在哪里呢 他们根本没有敬畏 没有尊敬 基本尊敬 上帝都没有 神是天父 这就是以色列 这就是他们如何在坛上 释奉还有敬拜上帝 他就说 他就说 你们将 无会的食物 现在我的坛上 写说 我们何时在污秽你呢 他们一直找借口 你说我们将污秽的食物 现在你的坛上 就告诉我 污秽的食物是什么 你们说 上帝的桌子 是可藐视的 你们将 瞎眼的 现为祭物 这不为恶吗 这不为恶吗 祝福 就是呢 在表达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感恩 所以他们就是这些农夫 然后呢 他们有这些羊 他们就献祭 献最好的 应该献最好的羊群之一 给上帝 因为上帝保护 看顾保守他们 可是呢 他们现在就说 反正这个是 反击 这一个 瞎眼的羊 可能他们不能够卖 然后就把这个 瞎眼有瞎吃的羊 就把它献给上帝 这是爱吗 这是敬畏上帝吗 这就是他们在做的 将缺腿的 有病的献上 这不为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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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献给你的神掌 祂祂祀祈祈祢 祂祈祢加油你 我们只是用这个最坏的 祂祈喜悦你 岂能看你的情面吗 这个答案是多么的明显 这是万君之上帝说的 你现在 现在我劝你们 恳求神 祂好事恩于我 圣愿你们中间 有一人关上店门 免得你们突然在我 坛上烧火 他们是否有 敬畏上帝 尊敬上帝 我们要鼓励他们 这样子 这样子 清洁教会 我们要以喜乐的心 不然的话 你要快快这样子 打扫 然后呢 不 不 这样子不情愿 上帝就能够 就看见 上帝也不喜悦 从日出 到 之地 到 日落之处 我的名 在万邦中 必尊为大 在各处 在各处 人必奉我的名 烧香 先 洁净的 送物 因为我的名 在万邦中 外邦中 必尊为大 在各处 人必奉我的名 烧香 先洁净的送物 因为我的名 在外邦中 必尊为大 你们却 亵渎我的名 说上帝的桌子 是误会的 集上的食物 是可 藐视的 有这么多的 这么困难 你们就藐视 你们把 抢夺的 缺腿的 有病的 拿来 献上 为祭 我岂能 从你们手中 收纳呢 这是上帝说的 行诡诈的 群中有 供养 你们 许愿 却 用我 残葬的 献给主 这是 这人是可诅咒的 亚南尼亚和 撒菲利亚 当这个 教会在成长的时候 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地 这里的会友 把他的地卖掉 然后就给教会 然后呢 这一个夫妇 他们也把自己的地卖掉 他们 卖掉 然后呢 他们就说 他们把一切 献给 教会 可是呢 其实 这只是 他们只是给 一半 而已 他们要欺骗教会 其实给一半 是可以的 可是他们在 撒谎 这是可诅咒的 上帝 已经做了这么多事 给他们 以色列 在主耶稣基督 那 那 死的时候 他们 也有这样的 的问题 在主耶稣基督的 那时代 然后呢 现在我们翻到 马拉基书 然后四章 第三章就说到了 上帝 上帝的 这一个 使者 然后第四章 是非常特别的 这就是说到 上帝的日子 第四章 第四节 你们当纪念我 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 和列三 为以色列 众人 所吩咐 他的律列 典章 看哪 上帝 大而可为 的日 未到以前 我必 拆迁 先知 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 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 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 咒诅 偏地 谁是以利亚 第十一章 我们读到 第一 主耶稣基督说 第一 他就是以利亚的 这一个 使者 你看 在第十四节 这里就说到了 你们若肯领受 这人就是 那应当来的 以利亚 可是他们 根本看不到 他们不了解 谁是约翰 还有他的这个 事工 他们不了解 他在做什么 你看约翰 他要 邀请主的日子 所以上帝 他会 省察 你的心 你的 你的工作 约翰 世袭 约翰 世袭 所做的工作 就是要把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还有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约翰 约翰就要转向 众人的心转向 约翰 众人的心转向 这就是 主耶稣基督要做的工作 这就是 主耶稣基督要做的工作 这就是 如果他们持续在此 如果他们持续在此 就没有修复 旅生 还有家庭 儿童回到 父亲 父亲回到儿童 我们看很多家庭 他们没有 统一一致的心 父亲 不能够 我就找到 去带 James James他要表演 然后呢 你要等两个小时 才看到你的儿童 儿子表演 那一分钟 很多时候都是 母亲在那里而已 可是我就说 我也要在那里 两个小时 一个人就问我 你有睡着吗 然后我就说 当然没有 我的孩子 已经要长大了 所以我要在那里 然后这父亲就说 这是母亲的工作 这是多么的 伤人性 他们要怎样的长大 可能他们也不会 非常的爱你 所以这不只是 古时的问题而已 今天也是一样 父亲回到他们的儿女 这就是上帝 主的事工 还有门徒的 执事 这也是我们的执事 我们的事工是什么 要修复 修复 关系 当然有传道 有教导 可是当一个人 沮丧的时候 我们就要帮助他们 修复他们的信心 有众人 有众人 他们 这样子藐视 轻看一个人 我们要做什么 耶稣帮助他们了解 了解 修复关系 他也知道 他们可能就这样 所以他就说 有 有儿可听的 就应当听 这是对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听 可是我们没有 谨守 谨慎的 去聆听 他们只是 有礼貌的这样子微笑 只是等他们下一场而已 众人可能不了解 可是门徒必须了解 无论是以利亚 修复 或者 世西约翰 修复 主耶稣基督修复这一些关系 他就告诉他们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伊利亚 有儿可听的 就应当听 耶稣已经说了这么多的话 可是 众人是否听到了什么 如果他们 他们 谨慎 倘若他们谨慎听 他们就能够知道 耶稣在所讲的话 就是神的真理 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是 在修复的话 他们就能够听到神的真理 他们就会领受 世西约翰 他们就会相信 耶稣基督 天国里最小的 比约翰更大 你要 伟大 就要 像约翰 然后呢 虚心的人 又服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在上帝眼里 的这一个伟大 和人的眼里 是不一样的 人的伟大 什么都不是 上帝里面伟大 在他国里 最小的 还要大 耶稣 不是说 众人 他们不了解 他就不 不分享 有而可听的 就应当听 如果他们谨慎 聆听 他们也能够进入天国 这就是多么的美好 我们知道 我们看得见 找在主义里面 找到这个信心 这就是我们 在这个信息的 少年营的专注 当然我们有这一个 内容 可是我们的专注 就是呢 帮助他们 找到在信心里面 的这一个 确信 内容 内容就不代表 一定会有 这一个 确信 你可以有内容 可是没有确信 我们要帮助他们 尝试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这一个 少年营会的 这一个事工 是多么的特别 都是这一个 在我们 吃 用饭的时候 我们在 玩游戏的时候 这样子 我去到这个 伯大尼堂的 少年营 我知道 我要相信上帝 我知道 耶稣 洗尽我的嘴 可是 如果你问我是否 确信 我就 不能 可是 我 被一个 淫秽的 这一个 人 我 以前 不是 非常熟悉 他是谁 他在这一个 海军里面 他 我不知道 他是多么的优秀 我都不知道 可是他就在那里 和我沟通 他我就问他 你在哪里是否 他就说 我其实 就在洗厕所 清理厕所 他就说 我们每一个星期 都 清理厕所 这就是他的事工 然后 这就 摇动了我 对了解 了解 伟大的 这一个 意义 他根本 不是在和我说话 他在跟这些 少年人说话 他根本不需要说 他说 耶稣的爱 可是耶稣的爱 就在他的言语里面 我就要祷告 主啊 如果我能够 如他这样爱你 我就非常感恩 他是一个少年人而已 他非常爱主 他对人 多么的好 多么的温柔 多么的善良 他当然 非常的 搞笑 可是呢 他也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善良 这就能够鼓励 能够激励 这就是我们的事工 当你想和一个人沟通 我是否能够鼓励 激励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所以我们 不是我们只是要 不要以为我们只做一个 主日学老师 我们才能够教导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了解 我们也能够帮助他们解释 你能够温柔的 分享福音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我们的 执事 在哪里开始 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父亲转向儿女 儿女转向父亲 就在你的家里 有一个坚固坚强的家庭 是多么的重要 父母 我们是否知道如何的去 出动 我们的 我们的儿女 儿女 对父母 父母对儿女 这就是你的指示 你的指分 让这成为我们的 我们的施工 由耳可听的 就应当谨慎聆听 当他像这些不同的人 这样子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学习 必须思考 希望我们能够看到 马太福音 然后看这些真理 然后看这些真理 透过 和施洗约翰的门徒 还有这些众人沟通 我们都能够看得见 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能够被挑战 当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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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的时候 呃 是否能够 呃 呃 服侍 服侍能够侍奉 不是被服侍 当然一定会有这些会批评的人 可是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谦卑的服侍 不然的话我们自己 也会 呃 让感到伤心 有一个人 我以前做一个实习牧师的时候 他一个人来到这里 不断的批评批评批评 然后呢 他就说 这些呃 剩的饭菜 你为什么不吃 吃完它 我就呃 呃 怎样呢 发怒吗 不是 生气吗 不是 然后呢 他就说 我 我 告诉你 这个教义 是什么 呃 呃 这是什么意思 我来和你解释 然后我就说 这不对 我会告诉你 这是哪里 不对 然后也过了一阵子 他就走 温柔 对 可是也是要有智慧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我们尝试 我们帮助 帮助 帮助人修复 到上帝的话语 还有上帝的身边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他们听 他们就会回应 这就是服事的现实 他们是否会拒绝 当然 也会有 接受的人 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权利而已 这就是教会里面的事工 今早我们会有新的主题 关于教会的真理 我们要这样子了解 在上帝里面的眼里 这个教会是神所造的 我们要透过圣经这样子 帮助我们澄清这个教义 在马来基书 第五节看上帝大而可为的 自末位到以前 我必拆起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以利亚以后 这就是像另一个以利亚的先知这样子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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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大而可为的日 对那些 寻求上帝的 这就是一个好的日子 可是呢 那一些拒绝上帝的 这就是当然一个 不好的日子 大而可为的日子 分裂的箭 耶稣来到这里是带给我们真理 这就是上帝 约翰福音三章 有一些是不会来到光里面的 他们恨那个光 因为他们的座位是邪恶的 上帝的日子 就是从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 这就是末日 我们的喜乐 成就祂的这一个承诺 让我们期待 我们的祷告 求上帝 耶稣基督再次的 降临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求祢帮助我们思考 这个真理 祂耶稣基督的真话语 是多么的深奥 在这里有多么深奥 那些聆听的人 就能够了解 祂耶稣基督 祢深深的向我们的良心说话 好让我们能够知道 如何的 做这一个修复的事工的一部分 的一份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